现在呢是民主的时代 讲求平等跟权利 那么有人说佛教是非常民主的宗教 不但重视所有人的权利 能够将权利分享给所有的人 也能够尊重所有人的意见 那么究竟佛教的平等是如何的平等法 佛教权利指的又是什么样的权利 佛教的分享又是如何的分享法呢 我们现在就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名词 在附近里面没有 说民权 民主 权利的平等 在附近里面没有 可是在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 就说一切众生都跟如来完全一样 也具备 本来具备像佛一样的智慧 一样的佛的知识没有开发出来而已 这一句话就说明了 基本的权利是相同的 基本的功能是相同的 我们再看释迦牟尼佛有了很多弟子之后 也就是有了一个他的团体 这个叫做僧团 这个僧团就是出家人组成的一个团体 那释迦牟尼佛他曾经这样子讲 他说我不领导深重 我自己也在深重之中 我也是深重之中的一个分子 因此佛教有一个观念 就是以重领重 以重靠重 以深事深半 深事深段 深事深觉 意思是说大众的事大众来办 大众的事大在来就定 大众的事大众来做判断 所以公平的合理的 由大家来处理大家的问题 分担大家的责任 这个是生团的一种生活的方式 那么对于在家居士来讲 是不是也是平等的 对于在家居士来讲 在家居士和在家居士本身也是平等的 那么在家居士和出家的弟子 是不是平等的 因为生活不一样的环境 这个不能够平等 所谓出家人 一定是要由所谓在家人来供养的 而出家人受了供养以后 他要做什么呢 要为在家的居士们作福 要为在家居士们说几句 伏法 那么现在形成了像南川的 像泰国 史里兰卡 缅甸 他们这个和尚突破以后 得到了饮食 会给他念经 或者现念经 然后再受饮食 或者说几句祝福的话 其实经是释迦牟尼夫说出来 叫人家照着去做的 就像我们讲的开示 也就是红法 就是说你给我是我 我给你法 那彼此互相得互通有无 这个是不是平等的 也是平等的 那么另外呢 是不是男女也是平等 这个问题呢 一直讨论到现在呢 好像有了定论 也好像还没有 在释迦牟尼夫的时代 他最初呢 没有女众出家 但是他的姨母要出家 他自己的太太 就是还没有出家以前的太太 也出家 结果呢 带了很多女众来出家了 这个时候的印度啊 因为这个非常的 这个不是那么的安全的 治安不是那么的好 女性呢 一定要有人去保护她 没有人保护她们的话 很可能呢 受到外来的欺负 所以规定呢 女众的这个寺院 不能够离开啊 男众寺院太远 而女众的寺院里头 每一个月 要派男众的法师 长老去关怀她们 去给她们说法 去给她们呢 这个鼓励 这个是呢 好像看起来不平等的 为什么不派女众 到男众这边来照顾男众 为什么不派女众的长老 到男众的比丘的身团里来说法 在那个时候 应该说 佛已经是很民主 印度不要说是男女不平等 就是种姓阶级也非常深严的 有贱民阶级 有贵族阶级 这分成了四个阶级 这男女的这个 一个社会地位相差非常悬殊 但是释迦牟尼佛说 这要出家的话 女众男众都能成乌鲁汉国 都能够增乌鲁汉 这是平等的 如果在家人 这要修佛的话 因为在家人 还有家庭 所以能够增到三国 就不能增乌鲁汉 为什么 没有理由 她还有家庭 她自己心理上也好 胜利上也好 观念上也好 还没出家 还没先出家乡 所以是 就是只能够增三国 不能增四国 另外 所以权力的分享 是什么意思 权力的分享就是说 对于任何一个人 人格上 基本上完全是平等的 乃至于沙米 是平等的 沙米吃的 用的 跟比丘是一样的 不过受的教育不一样 所以这个 给他们的照顾也是不一样 还有呢 沙米做沙米的工作 这个比丘呢 就是大的比丘呢 做大的比丘的工作 这个有点像我们现在 小孩子是 小孩子做什么 小孩子的工作 不能跟大人完全相同 如果相同的话 就变成成同工了 我们生团里面 假如有人呢 不知道符法 不懂得戒律 有没有资格投票 不能投票 为什么呢 你不懂得戒律 也不懂得符法 你说乱投票了 你只会乱用权了 这个呢 比我们现在的社会 可能更合理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的社会 不管你是什么人 你只要成年以后 你就都有投票权 是不是这样子啊 是这样 所以在生团里的 这个平等和权利呢 应该比现在 我们现在这个民主社会的时代 是更合理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